据熟悉白家的消息人士透露,白索成表示,我不是明学昌,我也不会傻到去自杀,我是白索成,我可是上过战场的人,流过血,我要与老街共存亡,抓我是不可能的,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据悉,大国通缉令发布过后,缅甸方面迅速掀起一波热议,称白索成他不会跟明学昌一样坐以待毙,他愿意支付高达十亿人民币,让敏昂来帮忙用直升机。 将他全家接往内比都,然后给他自由,他们会联系其他地方势力,继续逃亡其他国家。 同时,缅甘同盟军总司令彭德人已经下达最后通牒。 2023年12月13日,缅甘同盟军总司令彭德对被围困在老街的,以白索成为首的缅甘四大家族说道, 从2023年12月13日下午4点起,24小时内,四大家族必须无条件放下手中的武器自动投降,缅军已经跟我们和谈,将逐步撤离果敢老街,你们不要抵抗了,同盟军会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但是,所有通缉犯,同盟军都会全部移交大国,彭德人强调,以白索成为首的果敢四大家族,如果在24小时内不主动放下武器投降, 那么,同盟军攻破老街之时就是他们葬身之日,同盟军一个也绝不会放过。 看来,以白索成为首的果敢四大家族等于被宣判了死刑,投降就会被移交大国,不投降就直接击毙。 白索成枪杀二警卫,2023年12月15日,全世界的目光仍然是聚焦缅北国敢老街,但是,有果敢四大家族之首之称的白索成, 昨晚突然枪杀两名警卫,他的一个决定更是震惊全缅甸,来自缅甸方面的消息称, 果敢四大家族之首的白索成,昨晚突然枪杀了他的两名警卫,原因是,这两名警卫进入白索成卧房前一没有报告警示, 二没有敲门就直接闯入,白索成慌乱中拿起收藏在枕头底的金手枪,连开五枪,把两名警卫射杀。 事后查明两名警卫并不是暗算白索成,而是为白索成送糖水。 白索成枪杀两名警卫后,目前引起了白索成多名贴身警卫的高度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而为了自身安全,避免遭人暗算,白索成把送餐的人员全部改为女性。 而且是不懂用枪的女性。 与此同时,所有的食物均由他老婆专人负责,时前更是先检验是否有毒。 看到白索成的狼狈样,不禁呵呵一笑。 后来无恶不作的恶魔比任何人都怕死。 如果白索成心没鬼,又怕什么鬼敲门,所以说多行不易必自闭。 这真的是千古名言,看到了吗? 现在的白索成,已经是风声鹤唳,金弓之鸟,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了。 之前就说过,他们早就是热锅上的蚂蚁。 再加上前天,他的手下锅五对自己的女婿互相射杀。 双双被鸡,B的事情对他的刺,鸡,威慑也是很大。 现在白索成身边所有送餐人员,全部改为女性,而且还是不会用枪的女性,所有食物全部由他老婆专人负责。 可以想象他们现在是多么的焦虑和不安。 这种生不如死,被架在火上烤,非常煎熬的感觉,可能就是上天对他们最大的惩罚。 所以,别看他们表面叫嚣,恍望得有多厉害。 其实都是外强中干,内心惶恐无,比得一逼,包括他的儿子白鸚仓。 见到自己的通缉令后,还嚣张狂妄地说,通缉就通缉呗。 照片不能给我弄好看一点,该死。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害怕。 之所以如此说,只不过想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罢了。 早晚都会落网,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都低估了邻国打击电炸,严惩恶,魔的决心和信心。 白索成等国赶老街四大家族头目被中国通缉已六天。 12月10日,我国公安机关公开通缉白索成、魏怀仁、刘正祥等十名免北国赶自治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而今天已经是12月16日了,六天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动静。 这是令人十分疑惑的事情。 因为就在上个月,中国于11月12日发布对明氏家族四大头目的通缉令后的第四天。 也就是说11月16日,缅军就将四大头目予以逮捕,并向中国进行了移交。 事情的经过还不仅仅是如此。 中国发布通缉令之后,缅方也随即发布了对明氏家族四名头目的通缉令,并随即实施的逮捕。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有一个乌龙事件,在此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11月13日左右,网上流传着一份中国警方发出的对白所成之次子白银仓的通缉令。 中国12月10号就发出了对国赶四大家族十名相关头目的通缉令。 直到现在,缅甸警方也没有相对应地对这十个人发布通缉令。 为什么相关嫌犯仍未移交中国?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缅方是否已经对中国通缉的十名四大家族头目进行了抓捕,但是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点就是缅方并没有发出对中国通缉的十名嫌犯的通缉令。 第二点是,目前相关嫌犯并没有移交给中国。 因为这两点是公开的信息,一旦实施,全网皆知。 从缅军一方来看,国赶老街发生了以下几点的变化,也许正是由于以下几点的变化。 使得国赶老街当局对抓捕中国通缉的嫌犯的态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一,国赶老街的缅军处于重重围困当中不能自拔,而且反败为胜的希望比较渺茫。 在抓捕明学昌的时候,国赶老街当局还没有意识到会落到今天这种落花流水的地步。 那时他们拼命向中国示好,中国发出通缉令之后,他们立刻对明学昌等进行逮捕并移送中国。 希望能够在某些方面得到中国的支持。 当时的他们希望获得中国支持后,能够扭转其面临的不利战局,能够反败为胜。 可是没想到形势变化得这么快,缅军节节败退,甚至缅军在整个国赶地区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军事据点,目前只能归缩在老街的司令部等很小的范围内。 缅军一定是感觉到大势已去,现在即便去努力地抓捕四大家族的相关头目并移送给中国,也不能够扭转其目前总体面临的不利战局。 因此现在国赶老街当局也就是缅军头目对抓捕中国通缉的要犯,也就不是那么热心了。 这是其中一点原因。 二、国赶老街当局抓捕明学昌,以抓捕现在中国通缉的四大家族十个头目难度要小得多。 大家都知道明学昌的老巢在石原子。 当时同盟军通过激烈的战斗,将石原子炸为一片马力,明学昌狼狈不堪之中,拖家带口地投奔到了缅军老街军分区司令部求助。 可是正中缅军下怀,缅军对投奔过来的明学昌一家立即实施了抓捕,并移送中国。 但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国赶老街当局,也就是缅军方可谓是尼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 现在的老街当局在与四大家族作对,抓他们头目对其有什么好处呢? 而且,以白索城为首的四大家族头目掌握着国赶老街的警察营,边防营和民兵大队,成为这些民团的实控者和幕后大佬。 国赶老街的缅军如果要想抓中国通缉的这些嫌犯的话,必然要向这些民团开火作战,这对他们来说不是自相残杀吗? 他们现在可是在抱团取暖呢? 三,老街军分区缅军朝不保夕,可能会撤出国赶老街地区。 目前缅军和同盟军之间正在和谈。 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目前老街处于停火当中。 我们推测同盟军的诉求之一一定是不希望缅军继续留在国赶老街,而是将他们驱逐出国赶老街,到缅控区去。 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吧? 国赶老街的缅军,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面临着离开老街的命运。 现在国赶老街的缅军也许正在忙着整理相关的档案材料,打包金银细软,为和平地悄悄地离开老街做准备呢? 而现在的四大家族正在巩固防御攻势,未来缅军假如撤离之后,是由四大家族的民团与国赶同盟军相抗衡。 大家细想一想,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缅军会主动地白白地花费力气去捉拿他们送给中国吗? 答案是否定的。 他们没有动力这么做,而且不但没有动力这么做,他们还想看着四大家族能够有翻身的机会。 如果四大家族实现了逆风翻盘,那么缅军可能就有机会卷土重来,再次驻扎在老街。 D S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